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潜力 最近社会上出点事你有没有看见 你说的是哪件事 你看还什么事都通 我跟你讲 我要给你们 但是基本上也可以当娱乐节目看 首先我要跟你们大家检讨 我发现我得承认 确实我跟农民工兄弟不是一条心 但是就说 怎么可以这样 我也觉得这种小资坎街机 没有农民工 我们怎么有这么好的房子 没错 那天侯德剑兄 他来咱们这做节目 他说我老看你们强强三人行 他说我跟你们说 你们这个节目是最小资的节目 他说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管我们叫小资 夸我们吗 回你们吧 是吗 我当时就觉得 所以我就借此我就琢磨 这个小资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 你比方说 好像小有资产的意思 对吗 比方说这个 如果事不关己 咱们去游行 喊喊什么钓鱼岛 是中国的 这个不反对 一到砸了自己的车了 小资就开始说 糟的狠 糟的狠 是不是 这是不是有点小资的心态 不是 这是另一回事 我是觉得为什么我要检讨 因为我将要给你们放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据说在网上 现在都被删除了 他都找不到了 我找没找着 我今天 那么这段视频 很多网友 你看他们跟人民群众就是一条心 他们看到之后 就是说 我不觉得可笑 我觉得很沉痛 我觉得很沉痛 因为说是什么 一伙农民工 讨薪 像一个什么某地的殡葬管理所 讨欠心 讨不着之后 他们发明了一种方式 你还真说中国神奇的国家 他们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 也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里边找了一个名叫翠花的 这么一个女名工 说据说是模仿新闻发言人的口吻 就是开新发布会 特别有意思的是 还底下还找了一个记者 假装记者还向发言人提问 你知道吗 有这么一个视频 所以我说很多网友讲 就是看了之后心里很痛心 所以说我不得不检讨 我也不能说假话 我觉得我也痛心 但是我也觉得很可笑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 我甚至觉得 这个很后现代的一种行为艺术 你知道吗 就是它是新闻发布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你 看一段 看一段 女士们 先生们 新闻部门的处理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是我们 例行上行事件 众所组织 我和我们农民国兄弟 为田宁汉谷 冰藏管理所 干了一个工程 应供用我们各项工程款 一千四百多万元 我们多次 多次吹药 而汉谷冰藏管理所 与我们 有何合作关系不顾 多次生成 和支付 还行 你好 我是桃银社的记者 如果汉谷冰藏所 具不支付工程款 你该如何打算 谢谢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乌林汉谷冰藏管理所 以何种理由 具付款项 都是非法的 无效的 都不能改变应该支付 我们三百五十万元的实施 据说 汉谷冰藏管理所 是家都市管理 有贪污腐败现象 你如何评论 谢谢 那他们冰藏管理所的内政 我们无权干预 谢谢大家 你说你是想哭还是想笑 他这简直就有点什么 钓鱼岛是中国的 这意思是吧 是的 但是我必须做一个注解 就是不等于 他是认定的事实 为什么呢 所以你也就看出来 这个年头 为什么鼓励各出奇谋 百花其放 因为你这一下网友点击很高 传开了 媒体就重视了 重视媒体就去采访了 就去采访 当然有关政府部门 目前的回应 说他们是歪曲事实 说这个钱早就给了 这个就说 这不是事实 当然这个事情 我们就不能说 还不能认为它是事实 有待调查 但是我主要说的是 这种样 这种样式 这种形式 你们怎么看 其实现在就比如说 我们觉得这个属于 比较弱小的人物 他如果比如说 他要争取自己的权利 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 很多时候会依靠网络 但他依靠网络 比如说像我的微博 经常都会有人at我 然后说各种什么 不公平的事 或者是惨的事 我也没有办法去进入调查 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我有很多时候 也只好就当看不见了 因为没办法 但是偶尔会有一些 会让我很认真的 想要看一看 或者是去了解一下的 那就是类似于像这种 比如说 一是比较有创意的 对比较有创意搞笑的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说 他确实 他的从形式上来看 你很容易 就付出你的同情心的 比如说我不知道 你们还记不记得 有一个叫做 有一个东北有个小贩 不是捅了那个城管 对 我有关注这个事件 是后续的一些部分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那个小贩的孩子 画画画的真的很好 他的妈妈呢 好像是叫沈金吧 我忘了 然后呢 就把他孩子的这个画的画 就放上网上了 然后呢 因为那个孩子真的是有天赋 有几幅画画的确实是 我个人认为是很有前途的 就当然现在不能说 他已经是大画家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有前途 就是所谓艺术圈能的关注 包括陆川 好像都有关注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 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觉得 比较弱小的这些人 他们需要 就是让大家知道 他的事情的时候 搞不好 现在都开始各出其谋了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吧 所以你看 引起人的注意 成了现在啊 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但是问题是 你说他们这样的方法 引起人注意 你觉得好笑 我们都觉得好笑 可是你觉得他们自己觉得好不好笑呢 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这点对我来讲很重要 就假如拍这个片子的这一帮农民工 他自己觉得这是个好玩的一个拍法 他自己都觉得很可笑 那也许想法跟我们很接近 就是用一个可笑的方式吸引眼球 但是会不会有另一种可能 就对他们来讲 这并不是个可笑的事 而是他们认为 要把一件事情上升到一定程度 要很严肃的对待他 他习用的一套方法 就是今天我们官方的 很正式场合上 最常见的一套方法 你这个角度有意思了 就是说 他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法 对吧 他想到的是 这个政府部门 开新闻发布会 选择这么一个 没错 他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个方法 是不是因为这个方法 是今天这个社会上 我们都觉得是最正式的 权威的 最权威的 最常见的一种权威 起码是 比如说他将来还会出现 可以冒充央视新闻联播的方法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事可能会不会后面 就是不见得真的有另外的高人 去帮他们 但最起码我觉得在这 现在农民工可能跟我们 以前所说的那个农民工不一样 我觉得他们可能确实 他们也知道这个事可能放出来 会引起大家的笑 好玩 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是他们其实挺清楚的 因为你包括他们那个抠像 包括这个人的名字叫苗翠花 我觉得都是有想法的 他不是随便 我觉得不是随便的 不是刚好凑巧的一件事情 你看搞文艺的人 他看得出来 我只是这么想的 看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现在这个网络对中国我觉得比对哪个国家的意义都不一样 他网络今天在中国你发现没有像天 咱们过去说像青天大老爷 中国的网络就是青天 你觉不觉得 而且这个青天还是就是说你只要有本事贴上去 而且就各出其谋这块的 就是说你有本事引起关注 你就胜利了一半 但这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我不知道 因为我只是随便想的 我觉得这事也挺害怕的是什么 因为毕竟网络它是没有法律的方面的功能的 但你真要碰到事情 很容易其实 比如说我这么说一个事 就还是农民工这件事 我有一个做开发商的朋友 比如说他把一部分的这个这个这个成建的部 就是把建设的部分 然后包给了一个包工头 包工头不是聚集了好多的这个民工朋友 工人过来做这个事吗 结果呢 他这个他这个工作这一部分呢 其实他没有达标 没达标的话 那按照合同 那他就不应该全部付款 对不对 我只付前面的百分之三十 搞不好可能还得按合同 搞不好还得还得还回来 因为你没达标嘛 但这工头就跑了 卷了这个 对 卷了百分之三十的这个预付款 走了 那工人就傻了 那工人就觉得是你开发商欠我钱 然后各种抗议呀 什么什么 那作为开发商来说 就是说我按合同 我没有任何欺骗跟跟就是不法的事情 但如果在媒体上这来看 那就是必须要帮帮弱 帮弱小的一部分吗 那从大家的看法来说 肯定是农民工更弱小 然后开发商更强大 那肯定所有的指向都是觉得农民工讨薪 你这开发商是恶恶商 你这就必须把钱给人家 但如果从道理和法律上来看 这我很赞成 这是问题 我很赞成 因为因为网络现在最危险的地方 是他才能变成一个全民公审的一个地方 但全民公审呢 有什么后果呢 第一就传统的很多社会上 我们要处罚一个人 比如说透过法律审判或怎么样 他是有程序有机制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假设今天有人在网上曝光说 某一个人他怎么怎么坏 然后欺骗自己太太 然后不笑自己覆魔 啪啪啪啪 假大堆坏话 是个名人 然后跟着说他干净坏事 甚至犯法 然后跟着大家去人手搜索他的东西 啪啪啪 然后骂他 弄了他狗血临头家破人亡那样子 我们就会觉得正义得到了 因为他干的坏事 他是坏人嘛 所以大家搜索他 搞他 那很正当嘛 但是传统上 对付这样的例子 假如真的要上法庭的话 我们要像控辩双方都有话说 你还要听听他讲什么 对 你要搞清楚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那个处罚呢 是讲量的 就是说假如我们 比如说一个人 他干的坏事 就是比方 在街上 骂一个 辱骂一个老人 那言语不逊 我们觉得这年轻人太离谱了 我们传统社会 处罚他的方法 就可能 让他一顿好打或怎么样 但现在我们搞到这个人 可能要自杀或者什么 这个处罚合理嘛 所以说这用网络是很可怕的 但是你搞到这个样子 根本说一句话 因为什么 法治不张 对 法治不张 按说不应该这么弄的 你比方说咱就说这个事 其实很简单 那欠勋 这如果是在法治 比如美国 英国 大官司 该怎么样 包括最后你政府部门 如果输了的话 连民工请律师打官司的钱 你全得赔 然后如果说这个事是假的 对吧 不存在的 那你是民工这一方造谣的话 你敢在网上这么弄 那马上你要上法庭 对方就可以告你 再者说你比如说就像你说的 你在网上造个什么谣 我就觉得 如果最后证明是造谣 造谣者是不是应该 你对这个人的生育的损害 业意造成 对 没有 这就没有人管了 而且中国的法院 你像你名人 这种艺人 谁去打官司 或者说 为什么不打 打了能赔多少钱 我最近看了一下美国的案例 就微博造谣的 微博诽谤的 能赔1300多万美元 最高的 就是说你 你微博都可以上法院告 看你对他的生育 造成的这个损失 可是中国侵害名誉 或者诽谤 什么时候能够判 你不赔到他 不赔到他破产 他怎么会有名 我们天天都有名人被诽谤 这根本是造谣的很常见 所以我觉得你讲的 这真正是我想说的 其实我们还不止法治不章 我们是所有环节都出问题 比方说举个例子 民工 首先他又不是工人 又不叫农民 所以呢 他是没有工会的 传统的工厂工人呢 他是有工会 你如果有工会 可以找工会出头 有问题对不对 然后我们社会上 会有一些政府部门 劳务部门 劳动 西方也不一定一来 就上法庭的 香港也不是的 会有什么劳工署啊 什么他要协助工人 资方协调的 有这协调机制 第三方机构 其实就是 而这个第三方机构呢 他是信得过的 他不会被认为 是一定是偏袒资方的 因为他不会收他们钱的 或怎么样的 然后到了最后 还有一些独立的传媒 那这些媒体呢 他如果知道一件事情 很严重 情况很复杂 他会去报道 追踪 调查 访问的 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环节都出问题 刚刚我说的那一切都不存在 所以大家都上网了 而且你知道 这些环节出问题之后啊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是啊 我们必须说 我是说 我可能跟农民兄弟 不是一条心啊 我是说 有些事啊 严格说起来 是非要经过法律认定的 对吧 也不是说 呃 代表这个农民工的 就就百分之百的 你永远是冤枉的 对 也不一定 这个案是很复杂的 对吧 但是 你看 现在问题是 只要闹出一个事情来 啊 造成了一定影响性 那就变成啊 有关部门又会觉得 哎呦 这就什么理也别讲了 啊 别该赔就赔 没有什么说的 甚至就说撤职啊 嗯 你甭管你这县长 知道不知道 或者愿不愿你 这他两说 只让你县里这农民 给我捅出事情来了 就前前几年吧 北京还出个事 你知道就有个小区 嗯 不论是小区的业主委员会 就说这个管理公司啊 什么什么有问题 怎么闹了半天 闹到最后 全部业主同意 我们不交管理费 不交管理费之后 怎么办呢 那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呢 就断水 不给大家供水 嗯 然后呢 这帮业主就闹闹闹 闹到地方政府了 就那什么区政府那去了 闹到区政府 后来区政府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区政府派消防车 派消防员 然后自己花了 最后买单是一两千万 起人来家家户户去输水 嗯 然后说这个两边搞定什么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就这么搞定 嗯 所以你说这个 这叫解决问题吧 就说 是啊 这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币解决 我我们那小区就最最明显体现这种问题 就说这个交物业费的哈 只有一半的住户 我属于斗鹅渊的 我属于交的那一半 你知道吗 就是好 那你想整天他们都不交 但是这个物业公司就是说呢 说你看他们觉得我们服务不好 所以他们不交 可是不交呢 我们没有钱也搞不好你怎么好呢 对 恶性的循环 恶性循环 那你作为你来说 你是选择交还是不交呢 其实就是包括刚才说那个稳定的事哈 就是说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城市的这种这种管理 要不就得干净的一层一尘不燃 那才叫做好 那才叫干净 那才叫做什么文明 其实你到欧洲的其他 比如包括美国什么各种城市去看 他也有街头卖艺的 他也有什么所谓的小摊贩哈 你也不觉得这不文明啊 就为什么一定要搞得一尘不燃 刚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像所谓稳定 就什么事都没有 这才叫好呢 我觉得其实这是体现了这个能力问题 就比如说你家里头 你乱中有序 你是显得很温馨的 但是你知道东西都在哪里 这是一个你怎么去收拾家的一种智慧 但是你说我太乱了 我搞不定我一把火烧了 那岂不是干干净净了吗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呀 这是全环节的问题 就你前面所有环节都不存在 出问题出状况 所以到了最后就必须要上网 他是并真出来我要压下去 压下去就两个方法 一个就刚才说的把你摁住 要不就发钱搞定 但前面那些东西有没有解决呢 没有解决 它仍然存在 但是呢 唯一一个好处就是极大的鼓励了 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全部精神 如何引起注意 西方的这些个现代派艺术家 整天干的就是这活 对吧 如何想方设法 引人注目 对吧 咱们全国人民都在努力这个事呢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就如中华传统美德的以和为贵 以人为本 有美德的女人才是最美的 丰盛十年 大理特约之2012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李爱应该对网络比咱们俩都熟 我还挺爱上微博 微信都玩到什么朋友圈了 朋友圈就是大家朋友 就有些有些话 其实比如说 我可能不适合在微博上发 但是我可以跟朋友撒撒娇 抗抗意什么的 但是我就不在微博上造成 就不理解的人的误会了 就是这样 所以朋友圈是用来做这个用的 但微博呢 是你很有意思 你可以去看很多人 对很多人对一件事情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还蛮喜欢上网上微博 因为又很方便 现在手机就行了 这文道你也可以分析分析 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就是说 现在我已经发现有些人 就没法玩玩了 你知道吗 我可以拍一下吗 我可以上微博吗 吃个菜 拍一下 你说了个什么话 他一半的心思在跟你说话 一半的心思跟他那边 微博上的人在聊 我觉得原来这个感觉很简单 就是你有东西想记录 想分享或什么 但我觉得今天 我常常说 为什么我不玩 我这些东西 我觉得我们有点分享过度 分享过度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我们所有的体验 这个年代 每个人的追求体验 这是个体验经济年代 但今天很奇怪 这个体验 它必须是被中介的才叫体验 我吃这个好吃吧 我如果没把它拍下来 我没叫吃过 我如果没让你看到 我吃这个好吃 我也没叫吃过 这叫做有图有真相 对 就今天就连自己的经验 自己觉得这个风景太漂亮 今天这个什么太好 我都必须要一一记录 一一传发 我才叫争取过 我也挺不理解 就是说 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让别人知道 对啊 甚至是一些不认识的人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之前也看了一些 就是大家说微博的事情 大家都会把比较好的一面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就比如说我在生活中 我今天去游艇完了 我拿出来跟大家说 我去游艇怎么怎么好玩 但我挤公共汽车 我就不说了 嗯 啊 对 那我今天吃的特别好吃的 那个我跟大家说一说 如果今天我吃技术面 我恐怕就不会拍张技术面的上网 不过其实他多少也有 也有很多人是把让我生气的 或什么 那是求安慰 那他那个诉求就是我求安慰 我撒娇 我求安慰 我希望大家来安慰我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啊等等等等 马上去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